新冠上任三把火 随着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 他上班的第一天就马上签署了17项行政令 包括让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停止修建边境围墙 以彻底抹去上一任总统特朗普 执行的多项争议性政策 拜登入驻白宫的第一天 就当机立断地签署17项行政命令 狠狠地推翻特朗普的多项争议性决策 包括重新加入巴里气候协定 停止兴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围墙 结束针对部分穆斯林和非洲国家的旅游禁令等 拜登认为美国疫情还会继续恶化 因此除了在全境发动百日佩戴口罩活动 也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建筑内的人员必须戴口罩 惠民政策方面则包括延长租客因疫情因素 拖欠租金被房东驱赶的限制令直到3月31号 而学生暂停偿还联邦政府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期限 也延长至9月30号 根据报道 拜登上任第一天所签署的命令 超过任何一位利润总统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他还会签署更多行政令 当媒体询问这位总统到底在急什么 拜登解释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必须尽快将混乱的美国拨乱反正 特朗普卸任后 白宫送旧银星迎来形象相对温和的拜登 和具有印译混血背景的哈里斯 出任政府总统 普罗大众都感到美国出现新气象 未来有希望 中文正好 拜登就職這一天 美國舉國歡騰 三大股指開高走高 連續兩天收漲 一起創下收盤新高點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